本節目由想換機贊助播出 林首富 林押金 年年換新機 就上想換機 大家好 我是樓斌 9 月 13 日凌晨 蘋果新品發布會發布了三款手機 不知道是蘋果的保密工作越來越差 還是用戶對蘋果新品的好奇心越來越重 發布會前 新品 iPhone 的規格和配置被扒了個底朝天 好好的一個發布會變成了驗證會 毫無全念 今年又是蘋果的傳統小年 僅僅是對去年的 iPhone X 做了小幅升級 今年的渠道價破發 也側面反映了市場堆的三款機型 信心不足 我們 XYZone 那天也陪著大家一起觀看了發布會 有朋友問我 iPhone XR XS XSM 三款手機 你更喜歡哪一款 作為直男 顯然是對 XSM 更感興趣嘛 今天 終於有幸對其拆解一番 一掃困擾我多年的疑惑 首先是開箱 我很想表現出驚喜和驚訝 無奈 跟我演最熟悉的 XSM 真的是不給力啊 仍然是老四樣 手機 數據線 耳機 充電頭 還不如開箱國產安卓機呢 你起碼還可以跟 iPhone 對比 來玩大家來找茬嘛 好了 既然沒什麼心動呢 那就直接開拆吧 第一步 關機後取出卡托 這回總算判到雙卡雙待了 雙 Nano SIM 的設計 卡托材質為金屬 內側還有防塵防水的橡膠 第二步拆卸屏幕 雖然還是延續了 iPhone 10 的三明治結構 但是開關第一步 自 iPhone 5 開始都始終沒有變 就是得先拆屏幕 屏幕通過底部螺絲 粘膠和卡扣進行三重固定 掌握好方法 拆卸並不困難 用 0.8 五角螺絲刀卸下兩顆底部螺絲 螺絲長度和 iPhone 10 一樣 都比以往的機型都要長 至於為什麼 咱們往下看 70 攝氏度加熱一分鐘後 通過吸盤加拆機片的方式 在屏幕底部打開一條縫隙 隨後沿四周滑開 注意屏幕右側有排線相連 屏幕自左向右打開 用 0.6 Y 形螺絲刀卸下固定 BTB 蓋板的三顆螺絲 取出蓋板 蓋板背面均有對應 BTB 的緩衝海綿 上方的蓋板有四顆螺絲 取出蓋板後 挑開電池的 BTB 進行斷電 依次挑開聽筒組件 屏幕觸摸的 BTB 現在咱們就可以分離屏幕了 先來把之前長螺絲的那個坑給填了 來看屏幕底部 這裡是金屬和塑料的組合結構 目的就是為了防止螺絲和 D 直接接觸 影響天線性能 再來看兩側一直採用的卡扣結構 配合中框上的卡扣 起到了一個固定的作用 除此之外還提供了可靠的接地 保障了天線性能和整機的 EMC 屏幕整體結構和 iPhone 10 一致 卸下固定聽筒組件的三顆螺絲 挑開聽筒 聽筒組件還通過粘膠固定在屏幕上 小心取出 詳細的組件信息 大家請看圖 屏幕下方的厚度實測比中間要厚0.76mm 原因就在於 CLP 的封裝方式 屏幕背板上還有多處黃色區域 配合主體部分的鍍金彈片 可以將靜電導致中空接地 第三步 拆卸主板 來看主體部分 整體結構對比 iPhone 10 並沒有多大差異 兩塊電池還是分離並連放置 而 iPhone 10s 是一整塊異形電池 我們接著往下拆 用 1.5 十字卸下固定雙攝蓋板上的兩顆螺絲 蓋板另一側以卡扣的方式固定 依次挑開 輔射 閃光燈組件 主攝的 BTB 從右下角挑起雙攝組件 雙攝的相關信息 請看圖 這回的像素尺寸 用上了 1.4mm 實際成像效果期待後續的拆測節目 依次挑開 點陣投影儀 前攝 副板 紅外鏡頭 無線充電組件 天線的 BTB 用 1.5 十字卸下四顆固定主板的螺絲 挑開主板頂部兩個 Wi-Fi 天線的 BTB 即可取出主板 主板還是 SLP 工藝 好處是節省空間 帶來的卻是散熱問題 由於雙卡的加入 主板整體面積比 iPhone 10 更大 座子周圍都有泡棉保護 A12 Bionic 的性能及整機散熱情況 同樣關注後續的拆測 第四步 拆卸喇叭 Box 部分 用 Y 型螺絲刀卸下固定 Taptic Engine BTB 蓋板的 1 顆螺絲 並取出蓋板 卸下 5 顆螺絲取出固定蓋板 卸下固定喇叭 Box 的 3 顆螺絲 挑開 Taptic Engine 的 BTB 對出聲口加熱後取出喇叭 Box 連接方式為 BTB 相比彈片會有更好的穩定性和數據傳輸性能 體積上對比 iPhone 10 要更大 期待後續測試外放效果的差異 卸下固定 Lightning 接口的 2 顆子母螺絲 卸下固定 Taptic Engine 一顆子母螺絲 並取出 卸下角落剩下的 4 顆螺絲 取出 Taptic Engine 這個尺寸大家感受一下吧 到這裏我們就需要先拆電池 電池通過上下 4 處一把膠固定 感受下這酸爽的聲音 電池容量為 3174mAh 生產廠商為惠州德塞 至於續航情況 等拆測吧 第五步拆卸副板部分和 Face ID 卸下固定接口的 2 顆螺絲 以及固定天線的 3 顆螺絲 現在就可以取出副板 接口處只有一層薄薄的雙面膠 但是整個接口內部都是密封的 保證了防塵防水的性能 接著撕開天線組線 和 iPhone 10 一樣採用的是 LCP 天線 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為 5G 的來臨做準備 LCP 材料面對更高頻段的 5G 網絡 可以做到較小的損耗 其二則是節省空間了 但是 iPhone 10 的實際信號為啥還是那麼差呢 不知道這一代會不會有所改進 具體的測試大家就等拆拆吧 Face ID 固定方式和 iPhone 10 一致 卡在後殼上 小心撕開 FPC 取出 整體結構對比 iPhone 10 並沒有什麼變化 第六步拆卸剩餘組件 先來拆卸 Wi-Fi 天線組件 組件上小零件比較多 一共有 7 顆螺絲固定 再來看雙攝周圍的零件 通過 4 顆螺絲固定 這個組件的作用 我拆側主要還是用來導出靜電的 卸下固定開機鍵的 2 顆螺絲 取出整個閃光燈組件 組件信息請看圖 撕開側邊的膠條 卸下 6 顆十字螺絲 小心拉開側鍵 邊加熱邊取出無線充電模塊 從背面可以看出 線圈要比 iPhone 10 更大 具體的數據還是等後續的測試 整個組件的信息 大家請看圖 總的來說 iPhone XS Max 整體的拆解邏輯 還是一如往常 簡單來說 就是能用螺絲固定 絕對不用粘膠 能用 BTB 絕對不用彈片 即使拆了那麼多的 iPhone 手機 依然非常享受這種結構設計以及美學 整機一共 33 種 65 顆螺絲 具體的螺絲分類 大家可以看一下圖 相比去年在內部結構上並沒有多大的變化 而零部件上個人覺得用 Bigger Than Bigger 來表達最為貼切 全面屏看著是舒服 但帶來的問題就是天線進空的減少 所有零部件在設計的時候盡量都要給天線讓出位置 但儘管做了很多細節上的調整 實際信號在 iPhone X 的表現來看 依然非常欠缺 不知道這回會不會給我們帶來驚喜呢 雖然結果已經略至一二 但我們還是要期待一下後續的測試數據 除此之外的照例升級就是 7 納米工藝的 A12 Bionic 提升性能降低功耗的同時 會不會帶來發熱的問題呢 這所有的疑問 我們拆測見 好了 今天的拆解就到這裡 更多科技相關的內容 歡迎關注我們 XYZone 的微信公眾號以及微博 哦對了 我們 XYZone 全新上架了新品 iPhone 的相關配件 簡單點直接掃描屏幕中的微信小程序二維碼即可購買 還望大家多多支持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